各位朋友,您好! 多謝來到肥坤的頻道,收看肥坤的影片 今天肥坤經過龍頭左巷 很多時肥坤經過這位置是鄭家大屋 平時撞不到他開門 經常從門深鎖 今天幸運,肥坤見到他開門 第一時間進來拍肥坤的照片 可能肥坤經過的時間不適合 今天是6月6日,星期一 陰陰天逛肥坤出來經過這位置 來到鄭家大屋,肥坤認識 在我們年輕人的時間,認識他 他是一間很多人住的大屋 可以用72家房客做比較 在我們年輕人的時間 聽聞老前輩說,鄭家大屋的範圍很大 現在眼看的位置,以前還要大兩倍 有些人住的地方 即是說,隔壁街一邊伸展 很大地方都是他 可能是家道中樂,便投資賣來賣去 近年政府又收購了 留給保育 还有以前人在这里住的那些人是没有厕所的 要靠草埋等晚上有人来收夜香的 这里有个大水井 很多时候都是用井水的水 肥群没有来郑家大屋已经有年纪了 里面有少少变化了 肥群对这些大屋就认识是古老大屋 因为我去大陆旅行都参观过很多大陆的大屋 澳门这家大屋比国内的漂亮很多 澳门政府肯扔钱下去 维修 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少 国内的参观大屋只有空廊 这家大屋非常漂亮 又有家庭 各种东西都翻新 真的连地砖都换了 想起以前有人住的时候 这家屋很烂 烂融融的 自己找一些板子来房间 那时候什么人都有 这家屋比较复杂 他也找到很多旧家居 这家屋比较复杂 如果各位朋友想知道 郑家大屋的历史 可以上网查一查 就可以看到了 这家屋比较复杂 这家屋比较好 这家屋比较好 去年进来 还有很多实际 看着 今年时 实际就少了 今天可能是阴阴天 不是假期 所以人少 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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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参观郑家大屋的热度已经退化了 因为已经开放了很多年 游客都不会来这些地方 看着什么 就这么点了 这么多的小鸟 不错 放送一会 拆穿潜传 放送一会 放送一会 看来整个下午 都是德肥坤一个人来这边参观 今天天气是一样的 早上下过大雨 下午就阴阴天 现在这个数字是下午茶时间 三点多钟 我们出来了 小朋友都开始放学 今天我们又去下环街的行业 小朋友放学也要留家长买的食物 想当年我们做年轻人也是这样 沿着下环街的行业 今天我们不去下环街 我们去逛小巷 这里叫泰和巷 每个巷都通过 好像八阵图一样 原本的行业很宽大 现在有很多电单车放在这里 很窄 下环街的围街 里街 行业 都很多 我们在这附近兜个圈 下环街 下环街 我们向上那段行 这些行业 街均仍然是人少行 这些行业 这里是六屋里 六屋里 六屋围 全部都搬离 全部都是空屋 来的 走过前面 就是梦幻里 梦幻围 这里是梦幻围 目前跟这些旧 就是很少的旧大厢 很多都是吃鸭 政府帮他们建了一个名字,叫做梦运 我们一路走出来 这里是夏环福德新街 直到夏环街 放下时间都挺热闹的 抖範团 我们要朝隔了 我们要做梦运 我们的元长隔 放下来 大缠装 您把雨 我们观察 是 以前的街道很窄,現在就闊大很多 變相有些車行走 雖然禁止交通,但是有很多車都照樣在走 由這裏下去是下環街市 沿途上有很多咖啡室 這一區的店舖多數都是自己的街坊生意 有一間 deal,從 6、5、5、5、3、15、1、51 récup 漁舊路濾車 劇情報通過 küçük 牡間 夏絵 我們來下環街 對面是街市 現在是四點鐘 很多人去街市買菜 馬路上有很多朋友去買東西 我們去店 我們去買車 來市場 店主 市場 市場 很快就出現街市正門 華人街街市正門 這條是李家六街 我們下集再見